二臣见到 现在前世 唯断一种民的身心 这个三大类的烦恼 直断见死 唯断一种 他争阿罗很苦 再不会多到丢到轮回来了 那菩萨见到 现在前世 巨断二种民的身心 菩萨不但断 见死烦恼 同时也断了 沉沙烦恼 声闻原觉 没断 我们从断阵 里面知道 小陈 进货 断了 私货 没断 这正出口 那二国相 就开始断 私货 私货 难断 不向前面的 建货 建货 一断 涌断 私货 古人有个比喻说 古人有个比喻说 藕断 私利 所以 他要经历 你看 二国相 二国 三国相 三国 四国相 四国 要经过这么长的 时间 和地位 慢慢往上提升 八十一瓶 才能断根 断根 这才正阿罗汉 四圣法界的 声闻法界 那么在声闻法界里面 断私货的吸气 似乎吸气 断尽了 才能够提升到原酒 所以原酒 不带 见识烦恼的吸气 阿罗汉 虽然断 见识烦恼 见识烦恼吸气 还在 见烦恼 这个思烦恼 见烦恼的吸气 断了 思烦恼的 四活吸气 四活是 贪嗔之满意 确实断了 有吸气 那么这个吸气 是原酒 吸气断了的时候 它就提升到原酒 原酒 原酒 断 沉沙烦恼 跟沉沙烦恼的吸气 断了之后 这才是提升到 菩萨的结尾 就是此地讲的 身形 菩萨 断 沉沙烦恼 沉沙烦恼 是此地所说的 菩萨 举断二种 二种就是 尽丝跟沉沙烦恼 菩萨 断 沉沙烦恼 跟沉沙烦恼的吸气 是断了 就是四身法界的佛法界 在成佛了 天台大师所说的 相思寂伏 无明没断 在佛法界里面 断无明 无明断了的时候 他就超越了 舍法界没有了 他生到 十包专业图 十包专业图 无明破了 无明吸气没破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 你晓得 一断法界 十包专业图 从哪来 无时无明 吸气变现出来 吸气要断干净了呢 十包专业图 也不见了 他回归长级光了 长级光 是一片光明 叫大光隐藏 这个里面 没有物质现象 没有精神现象 也没有自然现象 但是 他能生 一切现象 会能达 开悟的时候 说的五句话 就说这个境界 他能生万物 可见的 会能达 此物如境界之苟 那个境界 就是大臣教上 常讲的八地以上 能说得那么清楚 就说话 答应